因为现在演员的片酬其实不低嘛 对吧 大家可能是你要想找又想找一线的演员 来帮助你来演这个戏的时候 可能对于我为什么会做演员的初心 是因为我要挣钱 钱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近日郑爽一次设计一样合同而被查 郑爽很配合有关结构的工作 一直很积极地去面对这些问题 但是有朋友发现一个奇妙的续景 前几年因投水楼水而被罚款的范冰冰 因为触及法律底线而处于退圈状态 并且范冰冰的影视作品也无法上线了 此时范冰冰已经不是当年的范冰了 不过当时娱乐圈逃税漏税的不止范冰冰 娱乐圈总共补交税款117亿 只有范冰冰被单独拎出来了 这次郑爽因涉嫌使用营养合同违反法律底线 而被有关部门查处 范冰冰却在shopping台发布世界不公平的言论 我有门开后忍不住质疑范冰冰 是不是为郑爽抱不平 毕竟娱乐圈水深逃税漏税的肯定还有很多人 关注我关注我关注我